我们以前大学有人在考试作弊 作弊到什么 他考英文 他把英文单字弄成像字典那么小 写得密密麻麻一小本 我就跟他笑 你有工夫做这个小超 你为什么不读 因为光要做那个小超 那要花很多时间了 我说你有工夫做这个小超 早就读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你有工夫一直跪在这里求三宝加十 你为什么不放下执着 奇怪 满费 台湾不知道刚讲难调的意思 怎么讲也没用 为什么 问题你也不能怪众生 他没有方法看清楚 所以他就一再的苦惧起 所以我们不觉得说 我们修行工夫就一直很难感应 我们有得的感应 都是零碎的感应 随境界生命的感应 一下有一下没有 一下感动一下很低潮 毕竟 绝活一路几十年下来 起起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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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低速60也不可能50 你不能停车 你停车一定是发生车祸的 问题在这里 有办法不上 你既想上你这条业力流 你就跟着走 所以这问题就是 我也很想修 但我就挡不住我的执着 问题在哪里 看不清楚 我们这个在维世里面讲 见分相分 你看我常举例 梦中的你 见东西 见什么 见梦中能自己创出来的境界 对不对 是 他都配合很好 我想见自己就讲 我想见他就献这个境 自己就见得刚好 对不对 所以梦中的墙也不是真的墙 梦中的墙是配合梦中的眼睛 准备建墙的时候 他就现出墙 现出梦中的眼睛 就由梦中的眼睛去看梦中的墙 其实有没有真的眼睛真的墙 没有 是梦中能颠倒 为了满足他的颠倒 就伸两端 见分相分 相分就是境界 见分就是那个能分别的心 我们就玩自己的家家酒了 一生如此 不但还如此 还影响别人 阿罗基地好不好 好 就一群人就去做那个阿罗基地的梦 绑出这样了 别人的价值观 引导你的颠倒 你的颠倒价值观 引导别人 所以形成叫做贡业 只要有人说不好 他的不好 他的不好 全部那个本来 有人刚第一次卖 哈罗基地也赚很多 后面卖的就不行了 因为有人认为不好 那股票也是 大家认定的涨 大家不行了 就跌 那谁在决定 不是就供业 福报大了就买到赚了 福报不好就每一买 都是碰到倒霉是 为什么 这是业力 所以说千算万算